趕快召開特別會議進一步要求局方和相關的工程公司 顧問公司和負責審核這個顧問公司的公司的代表 一起出席去回應這次的事件 我有理由懷疑一個這麼龐大的工程文件是不存在的 這個是有組織和有計劃和受人包庇的行為來的 如果用運防局和路政署今天的標準 香港日後公務工程的質素的監管制度將會徹底崩潰 因為日後所有人都可以說 我其實做了驗收的 工程質量沒有問題的 你看回我當日有照片的 我可以跟你說回當日 我是查過質素沒有問題 這些相片 你怎麼確保一定是真實無鵝的呢 你怎麼知道一定是相關位置 相關的日期去拍的呢 這個是沒有人知道的 事後補造的所有的記錄 根本不能夠拿來做一個根據 去證明有關的工程質量是合乎規格的 現在根本沒有人知道 在港珠澳大橋的工程質量有沒有問題的 他運防局路政署收到報告 這麼久以來一直是致虐網民 運防局陳凡局長的答案更加令人震驚 我問他9月底他已經收到 所謂的獨立顧問的審查報告 為什麼一直都不公開 他一直在那裡遊花園 大家看到涉及沙中線的 驗測表格是不見了 他就趕快出來開記者會 批評廣揭 對於他路政署 他自己附下的部門 這麼嚴重的失職 做了審查報告都不公開 不公開交代 不公開回應 這樣還不是隱瞞什麼 所以我是要求陳凡 要盡快下台 他作為運防局局長 已經毫無公信力 也沒有任何能力 去為香港市民監督這麼多重大工程 我們也會在立法會 無論是交通事務委員會 和大會上 繼續跟進這次事件 以致運用我們所有的渠道 包括提出引用權力及特權條例 去索取相關的文件資料紀錄 以致傳召他們上來 去進一步回應事件 我覺得這次事件是非常之嚴重 和沙中線可能是有同樣嚴重程度的工程 造假驗收的醜聞來的 我們絕對不能調以輕心 我們一定要追究到底 政府在港珠澳大橋的監督工程 自己是疏忽職守的 政府自己路政處在一般工程規則那裡 自己定了一個規矩 成建商中國建築沒有跟去做 在港珠澳大橋的建築 是欠了一萬四千多份表都未交 我們問政府這樣是否可以接受 他們竟然不敢說 那是絕對不可以接受的 還說等他們補交回 這個政府不是廢的嗎 你自己定了一些規矩出來 是確保跟足這個程序做 工程質量才有安全保證 但是現在成建商中國建築是沒有跟 沒有跟你都不敢擱他 有沒有懲罰機制呀 說不出 你現在找另一個工程監督 來覆核這件事 要花230萬 又來問立法會拿錢 或者用我們公帑 你就算追回中國建築230萬 你都應該要再問 中國建築現在回歸之後 承接了這麼龐大的政府公共工程 由橋樑、隧道、公路、醫院、大學、水務工程、渠務工程 這麼多工程都是中國建築包覽的 但是中國建築就引入了一些劣質的工序文化 哦 你叫他要填完表才做下一個工序 他說不是呀 打個電話就可以了 電郵又可以的 講聲又可以的 全部是bypass了 根本就不當你政府定的規矩放在眼內 而政府這樣都可以接受的話 那我們是不是全體都一起整個管制系統崩壞 有法可以不義 中國建築是不是可以打橫來 然後大家又會放心這些工程的質量沒事呢 所以民主黨認為 整件事政府是不知所為 中國建築是應該要受到嚴格的懲罰 發展局是應該要 是暫停中國建築承接任何政府 甚至我們政府的公務工程的 另外也都要覆核所有他們經手過的 經辦過的 究竟有沒有都是大量 沒有交 持交 不交 隨便用他們自己的方法去做事 這樣整個香港的工程系統 是沒有辦法確保安全的 由沙中線到港珠澳大橋 今天你問我 你問市民 是不是不跟這些工序都能夠知道它是安全呢 市民都會很擔心 所以民主黨是要求政府 現在要覆核所有經中國建築 處理過的所有的公務工程 看一看是否都有這樣的問題 亦都需要暫平他們投標的 這件事我們民主黨是會再用權力及特權法 是跟進查找更多的問題 整個政府到現在是沒有人問責的 還將整件事包裝到說 不是很理想而已 喂大佬不是很理想的問題 現在肥佬不合格為規 這樣都可以接受 這個政府是令人非常失望和憤怒的 民主黨一定會繼續追究 OK Mr.Land what are some of the reasons the explanation that you find unacceptable or ridiculous as you visit the government? First of all I do think the government try their very best to shift the problem shift all the questions asked by the councillors and I also think that the government failed to explain why the government keep delaying to disclose the scandal to the general public and what is the systematic failure of the monitoring system if we accept the explanation of the government to lower the monitoring standard of all our public works it will ruin the check and balance system of our engineering industry it is totally unacceptable and we will try our very best to pursue the scandal and ask the government to have a forward explanation OK OK Thank you